北宋灭亡 近乎不可绝要 静康之耻 宋徽宗 宋钦宗 这沦为敌后俗鲁的两代皇帝 在金军兵临城下时 惊慌失措 父子争权 决断失策 最终屈膝降入 罪则可谓滔天 其他文武百官重臣 同样罪孽深重 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并非可以往昏君头上一推了事 宋朝每年耗费都着当时全世界最多的军费 军费开支甚至超过国家收入的70%以上 理论上每个兵族配备的铠甲弩剑兵刃 都耗资巨大 足可过中等之家温饱 然而便经成了八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所谓禁军 一大半是空额 剩下都是由各色地痞盲流小商贩充任 这只只存在账面中地军队 其军费支出 实际上全都进了各方权贵的口袋 百年 来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 宰性有胆量有魄力 将禁军却才撤整边 真正可战之兵 就只有陕西各路那近二十万的西军 他们在和西夏的百年战争中 已经世代传承 父子相继 半军伐化了 西夏区区小国 不过三百万人口 地狱偏僻 国土半是荒沙 竟能与北宋长久抗衡了近百年 如果不是西军集此养寇 在历次战争出功不出力 那只好说 即使是最精锐的宋军 战力也不过如此了 就说当方辣起兵造反时 这些军爷被调往江南血平叛 干的都是什么好事 辣之起 破六州五十二线 枪平民二百万 所掠复女子贼洞逃出 罗儿易于临终者 由汤言 资领八十五里间 九村山谷相望 听听 几万被贼寇劫掠的妇女 躲奔逃出 然后上吊自己 整整八十五里 尸体掉在树上 隔着山谷相望 身为国家的武力之主 在自己的国土 为自己的百姓 也打在西夏境内 烧杀抢掠的那套奏派带来 几万名江南妇女都被他们玩了就杀人灭口 然后往叛军头目方拉的身上一推了事 这种鬼话 亏他们还就真好意思 就这么记在作者和军报里 写在史书上了 也不知究竟是侮辱谁的智商 当一支军队不能严明军纪 长期沉溺于低水平的战争的结果 就是宋军战斗力急剧下滑 一旦离开了关中乡土 调他们去其他地域作战 战力更是大打折扣 在燕京城下 耶律大使平成死战 以数万辽国残兵大破二十万宋军 然而也是这个耶律大使 可是被金军打得兵败被俘 侥幸才脱身的 当时的金军 一千女真军马 就感迎着辽军三万精锐骑兵正面冲击 生生将敌阵打垮 打出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 而宋军在联合公辽战争中表现 实在太不争气 只能用钱赎买金军打下的一间英空城 也让金国人对宋军战力蔑视到了极点 滋长了他们对中圆花 花世界的巨大寄予之心 宋朝满回燕京后 宋徽宗对郭耀师这么一个持有数千战兵的元辽国 将将为以重任 扶植他成为燕山府的藩镇 更把幽阳各州的几万汉人百姓 送给金国当作奴隶 作为赎回郭耀师所不偿圣军的代价 满朝百官就一心指望 靠这个郭耀师来招兵买马 挡住金人铁骑男心了 可见当时的大宋已经虚弱到了何等程度 才会如此并极乱投医 等到金军终于南下时 宋徽宗最后甚至不惜下血本 对郭耀师开出列土封燕王的架码 可是这只在几年时间扩张到几万人马的长盛军 还是一战而降 当了金军南下亲宋的带路党和急先锋 宋徽宗砸在他们身上的巨额军费 也尽数打了水漂 太原之战 宋朝以最精锐的西军十八万投入结围 却在完颜中汉完颜银树壳的末寒战术下 被三万金军围点打员 打光西军精锐约十五万人 几乎尽数被监 战略要递合 东地区也沦入敌手 此战惨败 并非是金人有高达 而是宋军自己太不成器 看看西军名将小种相公种失踪 是如何战死的 当时宋军神秘弓手的弩箭连发 已经把金人骑兵压制了几个时辰 射杀敌情无数了 然而大宋军中的历来规矩 一向是步军列阵发射神秘弓 每射一轮便该有一轮的赏赐 提前几百年实现了基建工资质 而此时射完上百轮后 众师中大帅打赏攻守的银碗已经用光了 于是 这些步军攻守们 眼看着援军不治 饥饿劳累 又得不到新的临阵赏赐 竟然一哄而散 只留下自己的大军统帅和他的上百亲兵 当然 瞬间就被敌军铁骑淹没 去太原百里 而古 耗尸其不治 兵机身 敌之之 西中功 右军会 而前军一奔 师中独以挥下死战 自卯至四 师座发神毕宫射退金兵 而赏祭不及 皆奋愿散去 所留者才百人 师中身被四创 立即斗死 师中尽次平定 成胜负数扬 于此诸献 不设备 有亲近人之意 又资重 靠赏之物 西流真定 不以从行 金人成奸突诸军 以神秘攻设却之 遇赏设者 而随行引满尺十数枚 酷力告不足而罢 于是世界愤怒 相遇散去 师中未留实所忠 死之 当金军堕黄河时 完颜东汉只是烧了一叶战骨 就让守河的十三万宋军心惊胆裂 全线溃逃 到了第一次开封守卫战 城下云集各路勤王兵马号称百万人 实际兵力二十余万 却面对两路区区六万金军束手无策 不敢与之野战 只敢平成防守 好容易抱着侥幸心理 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夜袭 被金军轻易打得一败涂地 主将姚平仲竟胆落到弃军逃顿 四方秦王之师见有志者 总师导 姚平仲意以惊援 秦奉兵至 刚里刚奏言 金人贪婪无厌 凶位已甚 其是非用师不可 且提兵号六万 而无秦王之师即成下 这以二十余万姚平重拥而寡谋 急于要功 先欺律不起万人 夜夺敌营 欲生秦干离不及取康王以归 夜拜 中士传旨能当曰 姚平仲以举世 倾诉原知 刚率诸将淡出封修门 与金人战目添托 以神秘攻设金人 却知 平仲竟以席低营不克 拒诸王取 金军在索好了大笔金银 得到宋朝许戈三镇 戈让太元 河坚 中山等三个战略要地的许诺后 满带而过 也正是过程如此轻松 所获如此丰厚 才让他们很快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开封的战争 皇帝 大臣 将军 郑士堂 书密院 晋军和西军统领 满朝上上下下各层统治精英 其实谁不聪明 谁对朝局击毙没有清醒认识 无奈种种革新体制的设想 都被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集团牵扯 只能坐以待毙 得过且过 如宗泽赤等国是无双 却因不肯同流和无 到了年尽花甲之时 依旧只能空腹大财而沉沦 下辽 靖康之变 固然是国家之耻 民族之武 却也因为千百尘辽都跟着宋徽宗父子 被金人大包带走 等于说 此前阻碍政治革新的既得利益集团 都被金军破城后 彻底砸得粉碎 因此 也犹如一场大手术一般 把从前宋朝的百年击毙挖得干净 让宗和赵鼎等良相得以主持中书 才有岳飞 韩世忠 吴介 吴林兄弟 这些中下级军官的出头之路 南宋初年之所以有忠心意说 并非只丢了一半国土 还能保住另一半 还恬不知耻的自夸 而就是指当时朝局的崭新气象和清明政治 和北宋暮年截然不同 可惜随着奸向秦贵一党的上台 昏君照够的屈膝 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宋徽宗也只能作为金人的昏德公 屈辱的死在白山黑水 留下千古骂名和如此悲叹 天遥地远 外水千山 知他故宫何处 此不思量 出梦里 有时汇聚 无惧 和梦也 有时不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猎 libre 250 20 算 personas 1 20